嗨,朋友们好,我是老简官世界,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说,为什么有些退休老人的养老金比现在多数年轻人的工资高合理吗? 其实要说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看哪一些退休的群体他们的工资很高。 首先我们要说是公务员退休的群体,他们的工资很高。 公务员退休一般来说是中人以上的人员,他们的工资是很高的,因为中人以上的工资他们都享受了年金, 他们都享受了年金,所以说他们的工资要高很多。 那么中人以前的老人的公务员,他们的工资要低一些,因为他们没有赶上中人这个好政策。 但是他们再低,也比起退人员高。 当然我们还来说这个企业退休的人员,有些人员还是比较高,因为现在还存在着很多的国企、央企。 比方说我们处于垄断企业的水的部门、电的部门、气的部门、石油部门、烟草部门, 他们这些在工作的时候交费的比例都很高,有的交到百分之八十,有的交到百分之百,甚至有的交到百分之三百。 所以说这些退休的这些人员呢,他们的工资是很高的,有些甚至还比公务员还要高。 那么还有一些像我们这一位退休的人员,就是我们遇到过下乡的、下岗的这批人员。 那么我们这批人员,我就遇到过有三个人有这种现象。 在2014年的时候,我在社区当保安。 那么我们有四个保安,我们四个人当中,我呢是交的百分之六十,都是自己交。 还有一个是助干厂的,他也交的百分之六十。 但是还有两个保安,他们自己交的百分之百,但是他们交的百分之百呀是最后的十年,也就是零退休的最后十年,交的百分之百。 最后十年,现在我们四个人都退休了,我的退休金呢,因为我工资厂,所以说我能拿到四千零六十块钱。 那么还有一个助干厂的,他的那个工资厂比较短,所以说他退休的时候,才一千二百块钱。 那么经过这十七年涨,现在涨下来,他也不过是两千零块钱,也就是我的工资的一半。 因为他的工龄特别短,参加工作时间比较晚,他的工龄只有二十八年,就是很短。 那么另外两个,他们交了十年的百分之百的人,他们就要高得多。 这个有一个姓陈的,他拿到了五千几,有一个姓刘的,也是拿到了五千几。 这个他们虽然是退休了,这个比年轻人要高,但是要看到人家是省吃俭用, 这个努力的去打工,尽管自己五十多岁了,还要去打工,而且打的那些比较这个体力活儿比较强的那种工作。 那么他们这个退休以后,退休金拿五千多,比现在有些年轻人确实要高很多。 那么这是他们自己的积累得来的,也就是说自己交得多,那么以后,那么这个退休金要高很多,这是自然的现象。 现在我们又反过来看我们的年轻人,一般来说,国有企业的年轻人,据我观察, 这个一般来说,像一般的工人,三千几的是有的, 因为它是要除了五险一斤,那么一般的工人三千多,一般的工人三千多, 那么稍微工龄长一点的,那个有点技术工种的,那么拿四千五千的很多, 比方说汉工一般都能拿上六千多,因为它是这个体力活儿,而且是有毒有害的工种, 拿六千多,我有一个亲戚他在这个,一个机械厂上班, 他会那个竖空机床,那么就是技术工人,那么用外国人的观点来说, 就是南岭工人,那么他能拿到八千多,这个所以说这个是不平衡的, 有些年轻人拿的比较少,很多年轻人拿的比较多, 就是说不一定就是,很多老年人, 他的退休金比年轻人高,那也不一定, 但是绝对来说,那么退休的公务员, 尤其是中人以后退休的,或者说现在退休的公务员, 他们的工资确确确实实,比任何的年轻人, 这个普通的打工者都要高,这是肯定的, 这个是不容忽视的,这个大家应该承认, 但是我们还是要最后看一点,就是根据去年我们国家的统计, 我们企业退休的人员,平均工资都才二千九百多一点, 那么从这个数字来看,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起退人员, 他们的退休工资都不会比现在的年轻人高, 因为起退人员和这个公务员退休的人员比例来说, 以2020年的这个统计来计算, 那么我们再来看,根据2020年的统计, 企业退休的人员有三千万人, 公务员退休的人员有一千万人, 那么这个比数看起来, 就是公务员退休的一千万人, 这个占的比数还是比较大, 所以说他们的基数,这个算起来也不小, 因为你起退人员才三千万人,是不是? 就多了两千万人, 所以说这个总体上算起来, 公务员他们这个中人以后的退休人员, 他们这个享受的年金, 他们的这个退休工资啊, 这个确实比现在工作的年轻人要高很多, 这是不容置疑的, 当然你要问实在是要, 当然实在是要问他合不合理,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解释说, 就是说公务员他们以前工作的时候, 这个交得多, 工龄不一定很长, 但是他们交得多, 那么也有年金支持, 很多企业是没有年金支持的, 所以说年轻人这个工资啊, 要低很多, 那么公务员的工资要高很多, 但是这个普遍的这个企业退休人员2900块, 那么他不会比现在的年轻人工作要高,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一般来说进工厂的话, 一般都是3000多块, 最少都是3000多块, 我们看到很少很少的那是那些在超市里边打工的, 或者是餐馆里边打工的那些农村妇女, 他们是最少的, 他们有的是2000多块, 2500, 最多最多不超过3000, 而且工作时间很长, 但是他们不属于年轻人, 他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了找二道钱的人, 所以说他们不属于年轻人, 如果是真正的要问起来, 有些退休老人的养老金, 比现在多数人年轻人的工资还要高, 这究竟合不合理呢? 那么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方面来理解, 就是说第一, 老年人上班的时候, 交费的这个比例很高, 比方说公务员, 他们交费的比例是100%或者300%, 那么肯定他退休以后, 那么对比现在的年轻人要高很多, 这是合理的, 第二, 有些企业退休的人员, 他们是垄断企业的这些退休人员, 比方说这个烟草石油水电器部门, 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交费比例也相当的高, 这个有些交到80%, 90%, 甚至交300%的都有, 那么他们退休以后, 肯定比这个现代的年轻人工资要高, 这也是合理的, 还有一部分是, 有些虽然是一般工人, 但是他们工作的年限非常的长, 像我这种年龄, 就是工作了44年的工龄, 那么比起现在拿3000几的工资的这些年轻人, 肯定要高过几百块钱, 其实我们真正要看到退休的养老金比现在的年轻人工资还要高的部分, 实际上是公务员退休的人员, 还有属于垄断企业的水电器烟草石油部门的那些退休人员, 真正占绝大部分的还有3000万的企业退休人员, 他们的工资收入实际上比现在工作的年轻人低得多, 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 好了,谢谢各位观看,再见。